原题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对这一切做好准备 10月9日发布在大西洋周刊网站 作者安德鲁埃克萨姆是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 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以色列国防军那令人声味的声誉 连通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声誉 可能早已不复当年了 以色列有一支战绩出色的空军 以及精锐的特种作战部队 但其常规部队的主体 依然由义务兵组成 按照美国军队的标准 他们既没有得到充分训练 也缺乏严明的军技 在过去历届战争中 这些部队相比以色列的对手表现得相当出色 比如埃及 叙利亚和约旦军队 但今天的以色列面对的是一支拥有高度纪律性 士气高昂的非国家行为体敌军 他们分布在黎巴嫩南部以及巴勒斯坦人居住区 在基层作战单位的层面 以军面对这样的对手时并没有明显优势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约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是这笔钱让以色列有能力购买 诸如F35战斗机等昂贵的 以色列本无力单独承担的武器装备 美国和以色列每10年就会评估与协商军事援助的款项 上一次两国签署这样的谅解备忘录是在2016年 当时我作为五角大楼的高级代表 在华盛顿 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 参加了为期数个月的谈判 以色列很清楚未来会发生更多这样的袭击 然而当现实来到时 他们却完全措手不及 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失败一点也不令我感到惊讶 他们无疑会仔细检讨这次失败 几乎没有美国人能充分理解 2000年至2005年 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所留下的创伤 以色列人在自己与阿拉伯邻居之间 立起了一道物理与心理意义上的隔离墙 在从过去的战术与战役失败中吸取教训这方面 乙军做得非常好 可以说比美国军方好得多 但这个国家的半职业化军队高度依赖义务兵与预备义士兵 这令以色列在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一支完全职业化的军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训练 一系列高强度作战环境下经常需要的科目 比如应对伏击 发动突袭 或者在机动中与炮兵及航空兵协同等等 相反 同义务兵组成的军队永远在招募和训练新兵 其人员轮换率往往过高 无法为部队培养执行最复杂军事任务的能力 此外 以色列的常规武装力量 似乎花了大量时间在战令区巡逻 而用在演练合成作战行动的时间要少得多 事实上 以军少数几个在假期负责战备执勤的迎接作战单位 似乎都被调往该国南部与约旦河系岸 负责保护那里的以色列定居者 相比哈马斯 以色列确实拥有科技与物质层面的优势 但人口稠密的城市作战环境 往往会抵消许多这样的优势 比方说 以色列战绩出色的空军 在向加沙的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时 很难避免导致数十位平民伤亡的情况 然而 以色列将会带着强烈的决心与专注发起这次突袭 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似乎都彼此相识 每一名以色列人被杀都给以色列民族心里添上一道伤疤 而他们现在必须接受上百名以色列人死亡的事实 那些被俘的人质遭到关押与折磨的场景 必然会唤醒黑暗的记忆